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部给它吃完了 小薇一点感觉都没有 来 起来 起来 站起来 站起来 来 站起来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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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起来 过来 过来 来 起来 我们今天要过来换一块地 因为奶奶的地在我们家旁边 然后我们考虑到以后 我们家可能会养一些家妻的 什么鸭鸭之类的 就把它跑到他们地里面 不太方便 所以就跟奶奶商量了一下 就决定用另外一块地 跟他们换一下 所以现在就过去看一下 如果大小差不多的话 就这样兑换了 我们这边就用这一块地 然后换那边的那一块 什么特别的 我们在一起 一块地里面 很顺便 然后再一个 一块地里面 你们把那一块地儿 所以我们现在就不必要 一块地儿 里面 我们在一块地儿 我们在一起 对 我们在一起 我们在一起 奶奶这个叔叔都挺好说话的 然后就说 现在就换过来 用那一块地就换这边 其实面几大小都是差不多的 然后有空的话 我跟我妈妈就把这些杂草 全部烧成灰 然后再把地翻过来 冬天的话 奶奶直接种菜就可以了 又完成了一个小心愿 谢谢奶奶 奶奶真的是 特别宽容 特别慈祥 也特别会为别人着想 我觉得真是挺好的 这块地是翻过来了 这边都是有的 粉浇线 这边奶奶都已经挖好了 她之前是种红薯的 把红薯全部挖掉了 那时候我跟我妈妈 准备种一些 种豌豆吧这里 小周的大哥 他过来拿米去打 因为他们家种的米都放在我们家 所以他们需要的时候就过来搬 因为他们在老家已经 那个房子不住人了嘛 所以米就根本家不能放在里面 也都是放在我们家的粮仓里面 为什么说 别人家就要处理 别人家就处理了 我们要处理一下 这是老鼠咬了 就是那天你踩到的老鼠 哈哈哈哈 没有啊 又到 cmk 还有啊 还有啊 老鼠做个小口 都弄了 边边边的米子 不咬 撒 不能在家 怎么在家 你知道他们家的原则吗 女人不能做纵活 我都是男人在干 对 都是男人做纵活 女人不能做纵活 现在一直不让我动手 男人打打麻将就可以了 女人打打麻将就可以了 不用做纵活 要不然以前我们住县城的时候 大哥帮我们打米 我说那你放楼下我搬上来 他说你搬什么搬 哪里要女的搬 那拿我们男的干嘛